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我是黄嘉惠 新闻开始先来看工研院新科院士出炉了 有回答创办人黄仁勋 超委执行长苏兹峰 宏基董事长陈俊胜 环球经董事长徐秀兰 和台中荣总院长陈世安共五人 副总统萧美琴斗场授证 而黄仁勋和苏兹峰惊喜献身牵刀影片 授证者满脸笑容上台致辞 截破花束 工研院第十三届新科院士出炉 五人横跨多个领域 扮演支持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因为是第十三届 那我们这个选拔的这个过程是非常严谨 一共有选出五位的院士 我要谢谢各位贡献智慧 一起为台湾产业未来所做的努力 那从2012年到现在 工研院一共临选出 而且是做用最严苛的标准 临选出64位院士 副总统萧美琴首度到访工研院 赞赏新科院士 今年有AI教父 挥达创办人黄仁勋 半导体女王超维执行长舒兹锋 电子与磁通的宏级董事长陈俊胜 并购女王环球经董事长徐秀兰 和发展新防战斗电烧术的台中荣总院长陈世安 其中黄仁勋和舒兹锋 惊喜现身前刀影片 和众院士另类同台 只要有共好 就是可以leverage 然后可以共好这个心情 一样的热情 把大家整合在一起 都会做得很好 希望经由医疗的AI 给予病人的各方面的治疗 能够提升它的品质 还有安全性 电脑的使用模式是原来从搜寻 Search到现在Ask 直接问直接打 这个使用模式有很大的变化 那我们也相信 接下来还会有新的商业的模式的变化 现场也展示半导体应用 次世代通讯 AI百工百业数位转型 近年转型环境永续 健康台湾健康老化等五大领域创新技术 工研院将持续升更 让产业转型再升级 红牛国际赛车展演 9月28号将在台中市正路登场 从惠文路到潮富路将涌近3万人 市府各局处是动起来筹备 安全防护准备是进入最后阶段 市长卢秀燕今天也特地前往视察 强调动用1500名警力 严禁无人机干扰 维安特警人员一字排开 9月28号即将登场的红牛国际赛车展演 市府各局处都动起来 安全防护和整备进入最后的阶段 市长卢秀燕也特地前往视察 听取简报 单一活动的警力 单一的活动警力 也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 我们部署了1500人 甚至连速爬这个爬切我们都考虑到了 那还有疏散房踩踏交通人流等等之类 警方秀出两把的无人机干扰器 只要发射电波就能侦测到无人机升空干扰 卢秀燕再三强调无人机全面管制 只要一升空就重罚30万 另外接设局也特别采用了智慧巡检车 进行多次的巡检 结果显示市正路的路面平整度 PCI值高达98 几乎接近满分 符合国际的高标准需求 那因为它是一个国际顶级 而且急速的一个运动 那也因此我们所有动员整备的工作 都必须要符合国际标准 所以这次所有的安全防护 以及相关的整备工作 是台中市这几年以来最严格的一次 所以车手的安全 群众的安全最重要 最重要 活动正式的当天 我们是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4点 五个分局 五个分局 把整个这个区块划分成五个分区 警方强调动用五局处的人力 这次的展演比照去年世界棒球经典赛的规格 强化反恐量能 市府各局处紧锣密鼓的筹备 就是要来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万无一时 全台最大宪兵眷村园区开幕了 桃园市龟山区的县光二村 有50多年的类史 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尺 是台湾唯一的群区保留 类史建物的聚落 市长张胜正出席开幕典礼 观赏宪兵故事及表演 也邀请民众深入来体验眷村文化 穿着军装姿势挺拔 宪兵一队带来整齐划衣的枪法表演 桃园市长张善正参加龟山区 县光二村文化园区的开幕典礼 对军人文化展现浓厚兴趣 走在不同场景感受原住户的生活记忆 它是我们全台湾全国 唯一全区保留的眷村 有的眷村只保留一部分 但是我们县光二村是全区保留 今天开馆 特别特别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开馆 所有的这个全区的眷设 我们只复原一部分 我们还有一段时间 会把其他的眷设也都复原起来 县光二村建成已超过50年 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尺 并在2006年登陆为历史建筑 文化局陆续邀请艺术家进驻 进行保存活化计划 近年得到经费支持后 也开始着手园区的修复及再造 县指部退役的陆军中将周广奇 小时候就是这里的住户 我身为县光二村的一份子 以县光二村原眷父的立场 再次感谢陶渭市政府文化局 再次感谢大家亲王好友的认知跟支持 文化的挖掘 艺术的推动 传播媒体的开放 以及教育的一个并行不备的运用 推动才会带动产业的观光 实体的收益 这是广奇所乐见的 园区内设有眷村资源中心 推广空间及复合式文创商店等 现在更有桃园眷村展区及现实回忆等展览 让民众体验最真实的眷村生活及文化故事 桃园铁路地下化持续新建中 台铁中路车站今天是正式的开工了 赤字163.6亿 预计在119年底完工 未来中路车站起用后 不仅能解决长期的交通拥色 更能大幅提升桃园铁路大众运输的服务 副市长等人一同产下第一产 象征中路车站动土仪式正式开工 桃园铁路地下化工程 于109年获新政院核定通过 近期针对各站进行了开工作业 副市长王明俊表示 前几天张善政市长才见证中原车站的开工 今天中路车站就接续动土 期盼未来在10年20年之后 市民能够一起见证 桃园市交通进到下个里程碑 今天我们系列13标中路车站开工了 这个对桃园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桃园铁路地下化的工程 会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终于在今年陆陆续续开工 今年从6月到7月到8月到9月 我们总共有4个标都已经绝标了 总金额大概超过600亿以上 铁道局长杨正军表示 今年为了桃园市的铁路地下化 铁道局可说全力以赴 中路车站预计119年底完工 将要求施工单位做好应有的措施 尽速完成施工目标 我们中路车站 我们桃园车站 我们未来的平正中原站 其实可以对我们桃园最重要的这条运输所 发挥捷律的奖励 搭配我们捷工区带领域进行当中 我们整个桃园的预线预线中线等等 我相信桃园未来指路可耐 桃园铁路地下化工程全长17.9公里 路线将从新北英哥南至平正台66线 除了改建三座的现有车站 也会兴建五座的车站 目标122年完成第一阶段的通车 让桃园成为更便捷的城市 台中街头枪声响起 原来是酒驾 累贩 正写 蓝茶不停 还倒车冲撞 远景逃逸 警方连开12枪呢 涉及轮胎阻止行进 现场呢更有三位民众是见义勇为 以车辆协助围堵 嫌犯车牌随即被吊销 全案一公共危险罪及妨碍公务罪 移送台中地检侦办 警民生响测整条顿附路 只见一台警用机车狂按喇叭 追赶着银色轿车 眼看就要追到时 千军一法之计远景及时跳车闪过 这画面朝惊陷 驾驶一路倒车逆向 警方单枪匹马朝银色轿车 轮胎蒙开12枪 现场枪声四起画面相当惊陷 这时建议勇为的铁灰色修旅车 及白色货车驾驶 不畏惧自身车子受损 其力挡住嫌犯去录 就刚好我有路过就顺便上去帮忙 我现在这样子 他一直要跑啊 然后又想说 他会伤害到其他人啊 所以就想说 那去先把他 看能不能把他顶住 让他不要再继续跑这样子 其实车子 车子伤应该是还好 小张啊 就觉得说 可以帮忙就帮忙这样子 因为基于你之前 也是当警察的本人 所以说我就在原地的时候 就是先观察一下 车子它逆向开不过去 有两台车躺住他 所以说他可以逃逸的路线 就变成说是我这一边 所以我就先把车子等躺 在那个路口等他 这画面不是在拍戏 从民众行车记录器清楚可见 即便被击碎车窗 遭受大量辣椒水攻击 嫌犯依旧还想掏 狂转方向盘横冲直撞 原来是酒驾雷犯怕被关 拒绝拦检 在敦附路上往松竹路方向 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车 不稳疑是酒驾 所以上前盘查 犯嫌难查不停 警方开启警报器一路围随 犯嫌因车流堵塞 便倒车冲撞远警 该车逆向逃逸 明显已对用路人车造成危险 几方为维护市民安全 几对车辆轮胎开枪 为造成相关人员的受伤 说信警方最终在三位民众起立合作下 成功将阵弦压制 这次不仅车牌被吊销 恐怕也难逃牢狱之灾 全案一公共危险罪及防案公务罪 移送台中地检侦办 现身和投资群组 传授心法保证获益 下台APP投资储值 等一下 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 真的是诈骗 打炸新宿法上路 扫荡投资诈骗 也逞诈欺犯罪 最终关12年 有一例就打165 让政府来帮你 打炸新宿法 加重刑法 共同打炸 老旧社区商家正距齐楼的线上屡见不鲜 为了提升学生通行的安全性 新北通学廊道安全改善计划 新北市长侯友宜喊出 8年要完成100所学校作为目标 日前是特地到刚完工的新北高中通学郎道来视察 这个已经使用一年多了 那它目前形状还是保留的 然后色彩也比较新艳 仔细查看这处刚刚才完工的友善人行通道 市长侯友宜强调 新北高中的通学郎道完工改善校园通行环境之外 还将郎道与捷运环状线 合并自行车道串联 让整个社区都能够受惠人本友善的通行空间 给协同一条舒适安全的上学环境 这就是我们原本在通学郎道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上年以来 努力地去改变整个通学郎道优化的一个环境 结合学校的意向以及周遭的环境 让孩子们能够安全安心友善的上学环境 所以这几年来我们总共到今天 做了70所在新北的通学郎道 通学郎道的设计融入无障碍标准 以及学校代表意向 透过设施整并以及环境优化 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通行空间 从2019年以来 新北市政府已经投入了12.8亿元 完成改善70所学校的通学郎道 市长侯友宜说这样还不够 这100所就是我的目标 希望新北市能够把孩子们的安全摆在心上 也把人形友善的环境大家的国陆使 像今天的新北高中 整个不是只有新北高中的通学南道王城 也能够让周遭的武娃国小 比武娃国中以及玄街Y023捷银站 以及街上和平自营车道 让大家有上学也有通勤也有人本的友善郎道 八年要完成100所学校周边的通行环境改善 甚至进一步将改善的范围 涵盖更广泛的传统社区棋楼占据的现象 也要一并整顿 让学生安全地行走在通学的路上 新学期开学周 高雄市政育局是全力来推动友善校园 联合劳工局警察局一起进到校园 宣导向毒品诈骗书部和杜绝性剥削 期盼借由跨局处的合作 与学校社区一起打造友善友爱 没有惧怕的学习环境 以华丽气球和神奇魔术 带来求职反诈的短剧表演 提醒学生打工求职时 务必保护自身权益及安全 高雄市教育局在新学期开学周 全力推动友善校园 联合劳工局和警察局进到古山高中 宣导向毒品诈骗说部 以及杜绝性剥削 今年我们也一群教育部的主题 就是拒绝耳少性剥削为主题 那另外我们高雄市也特别针对 剧毒跟反诈的这个部分 也纳入我们宣导的一个重点 那其实就是希望利用我们开学第一周 把一些重点要提醒各校 还有学生的注意事项 能够在这一周能够宣导给我们的同学 那也让他们可以在往后的校园生活中 也可以注意到相关的一些讯息 那也避免落入违反我们相关规定的这样子 或者是受害的一个状况 启动友善校园 首先由连续两年在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荣获金牌的举重选手陈姿维 带领全体学生宣誓 市府各局处代表也和举重对选手一起举旗杠铃 展现勇于挺身 维护友善校园的决心 期盼借由进到校园宣导 传达友善校园的概念 可以加深我们对安全的印象 校园霸凌 教你怎么防范或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让我们比较遇到的时候 比较不会紧张或是害怕 对于网路霸凌这种事情 可能还是要有一点观念 就是不能说别人说什么就是这样子 还是要做一些自己的判断 我们透过戏剧展演 然后我们后面有摆摊 以及各种标语的宣导 然后我们教官会在升旗的时候 会有无声广播等等之类的 那其实不断的宣传 就是我们就是互相有爱 不管是对自然的 或是对人同学这些相处 甚至有些诈骗或什么的 我们也不去侵犯别人 那我们希望说在国高中 这个青少年养成时期 我们学校本来就很忠实这个 然后再让这个礼拜 这么强力的宣导 我认为对于青少年 是很好的注意 警察局古山分局 也在现场涉摊宣导 借以提升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期盼透过校园 家长和社区的力量 一起打造有善有爱 没有惧怕的学习环境 确保每一位学生 都能在安全尊重的氛围中 学习与成长 学生吃的健康学习效果更加倍 新竹县聪明营养午餐 今年国中小学餐费是增加10元 每周能吃到两次的有机米 县长阳望坑就到北埔国中 来关心学生的用餐情况 还化身小老师开设有机米小学堂 要让孩子吃的营养均衡 好 贵状快价套 贵状快价套 来 走 拿着教学棒 县长阳文科站在台上化身老师 开设有机米小学堂 台下学生专注听讲 县府到北埔国中 关心学生营养午餐 今年开始我们调整 国小国中都加了10块钱 到达了60块钱 我想这是我们不计一切成本 就让大家吃的很好 那今天我们又看看 我们在推动的时候 我们除了一个礼拜 要吃两次的有机蔬菜 跟一个礼拜吃两次的有机米 那这个政策我们现在正在推动 那各个学校反应非常好 学生推餐车准备吃午餐 新竹县聪明营养午餐广受好评 今年国中小学餐费增加10元 每周两次能吃到有机米 县长就到学校试查 也和学生一同用餐 卤鸡腿有机蔬食和香菇油豆腐 等六样菜色 有汤有水果都大汗好吃 好不好吃 大汗好吃 加入糙米更健康美味 还有人装了第二次 不留厨余全部吃光光 有经过认证 然后就在没有污染的 那个农地下面生产 好吃好吃 然后我们每天的青菜都会打完 你是有机米的话 对你的身体健康会比较好 头脑变得更发达 全县122所国中小学6.4万人 一年就能吃掉480吨有机米 推广再低毫米 也让学生吃的营养健康 学习效果更加倍 为农村注入活水 新竹县政府实习首清大 明星、明石、中华籍、玄藏等 五所国司力大学 来亲属资源共享合作备忘录 共创地方创生新模式 像是大学生用创新包装 帮助市饼和黑糖倾销 促进在地的观光发展 县长杨文科与五所国司力大学 共同完成签署新竹区域资源共享 合作备忘录 新竹县西手大专院校 促进农村在地产业发展 特别是乡下地区 人口流失很大 所以让年轻人要回来 能够创造生机 所以这几年来 我们也看到一些成果 但是我们要让教育部推动的USR 也就是大学社会责任 让它能够连结一起 然后跟我们县府也成立了这个 怎么样推动一个商业模式 跟ESG的工作坊 一起结合起来加大力道 包含清大 明星 闽石科技 中华和玄奘大学 共建地方创生新模式 以永续 工艺 共好为核心精神 地方创生3.0计划 要让优秀创生学术经验 落地生根发芽 其中玄奘大学USR 社会责任实践计划 师生走入新浦汉坑社区 协助农家包装行销饰饼 推广释然教育 也链结攀屋 唤醒在地珍贵风土文化 培育更多创生人才 未来将深度链结 让农村能自立成长 特别是在新浦的汉坑社区 那我们那边协助他们的饰品 这个产业的行销包装 还有它的一个形象的形硕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这些饰品的 这些生产的工厂 或是饰品的这些农家们 可以再提升他们的饰品的产值 曾经的累积 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平台 做更大的分享 让大家清楚了解说 各学校在新竹县或新竹市 实践的相关的一些计划 要吸引青年返乡 加速创生 学术公共资源落地实践 大学为地方注入科技 创新 企业理念等能量 升级农产品 要带动观光人潮 苗栗县建国国中 目光书院社区共赌站启用了 成为全县今年启用的 第五处社区共赌站 荣获了国际奖项协会的 法国设计奖金奖肯定 县长参与街牌典礼 鼓励民众多走入这个美丽空间 推广阅读 目光书院 苗栗县今年启用的 第五座社区共赌站 头份是建国国中目光书院 将原有图书馆重新设计 成为结合藏书与阅读 推广活动的宜人环境 设计荣获国际奖项 法国设计奖金奖肯定 县长当场颁奖表扬设计师 吕逸纯 鼓励民众善用美丽的空间 多阅读这个目光书院真的很漂亮 大家都来走走 当然也欢迎社区的长辈 如果社区的乡亲 有时间想要来借书看书 都是非常的欢迎 希望他能够做最大的发挥 合唱团优美和声拉开启用典礼序幕 营造良好阅读环境 目光书院导入现代简约的客家元素 以圆弧线条贯穿空间 利用灯具和自然光线 营造明亮温暖的氛围 校方表示 未来这里将会是融合多族群 国际视野的原地 欢迎各界预约使用 其实我们也会希望跟社大结合 还有跟很多的民间团体来结合 去做很多包含像教师研习 或者是家长成长 等各方面的营兑跟活动 让这一个目光书院 可以成为整个我们建国国中 临近所有地区的 整个这个教室的一个大场域 目光书院社区共赌站 获得县府和教育部 400万机费补助打造 透过专业设计 营造阅读氛围 希望从学校延伸到社区 让苗栗县处处充满书香 又人上当了 有钱要进来了 想要泥干领 警察一定抓到你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 打诈新司法上路 严惩诈欺犯 骗越多关越久 最多关12名 最重罚3亿元 提高假释门槛犯 三次不得假释 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 已经骗的会被抓 骗到的没得花 守护诈骗被害人 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 有疑虑就打165 让政府来帮你 打诈新司法 加重刑罚弄痛打炸 上周五开选 台中俄科医师 发现肠病毒就诊人次 是增加了一到两成 其中还有水桶 因脱水住院 提醒家长了 肠病毒重症几率虽然不高 但喉咙长出的水泡 会导致吞咽困难 拒绝进食 若孩子出现尿量减少等 脱水前照药 尽速就医 拍着整齐的队伍开心上课去 上周五开学 终于能跟同学玩在一起 不过家长也担心 肠病毒这个不速之客 混入其中 肠病毒它目前是还没有得过 但是我还是会请它预防 同学很多 那当然我们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孩子 常洗手 国小的小朋友在开学之后呢 就是感染到肠病毒的这个疾病 趋势确实有明显的增加 然后大概跟以往比起来 大概增加了10到20% 肠病毒流传校园 尤其以国小身为最大宗 医师提到 这一波流行克沙奇A16型 近期有不少学生出现脱水现象就医 就是因为这个症状 喉咙的部分会有典型的 就是咽霞炎的表现 会有水泡啊 溃疡啊 破洞等等 不少的小朋友都会因为 喉咙的这个不适 造成他们容易会有一些脱水的 这个症状 那在我们照护 肠病毒小朋友过程当中 其实有不少的 大概三成到四成的小朋友 会因为这个脱水造成的不适 而需要点滴的这个补充 喉咙长出一颗颗水泡 臀眼都痛到不行 孩子拒绝进食饮水 长时间恐怕会造成脱水 甚至昏倒 医师提醒 若是家中宝贝出现这些现象 就要赶快就医 家长会明显的感受到 小朋友尿量的减少 或者是他们在帮小朋友 换尿布的时候 这个换尿布的次数 也会明显的减少 然后再来可以观察 小朋友的活动力 还有就是哭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眼泪 除了紧急就医 也能先以电解水 或是经过稀释的运动饮料 补充水分 病毒看不见 却潜伏在你我身边 孩子们回到学校上课 更是不能掉以轻心 为了保护幼儿的安全及健康 桃园市卫生局宣布了 将幼儿园上门口及周边 人行道设为全面禁烟的场所 宣导其三个月到11月30号生肖 围着最高可罚1万元 许多幼儿园是开放室空间 环境明亮通风良好 然而一旦有人在附近抽烟 也很容易传到教室里面 残害幼儿的身体健康 卫生局将禁烟范围扩大 家长表示这样会更放心 我是最近刚好要当爸 我觉得这措施其实还蛮好的 因为有时候确实外面的话 多少会看到有些吸烟的人在 但我觉得有这个措施之后的话 我觉得去接送小孩之后 我们小孩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我觉得身为爸妈我们会更安心 常有民众或家长在闲暇之余 无意间就在学区附近抽上一支烟 桃园市卫生局与市府研议 将公立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人行道 设为全面禁止吸烟场所 烟害防治法从112年3月22号新法上路 那它是把这个幼儿园 增定为全面禁止吸烟的场所 但是呢没有把这个校门口 周边的人行道的户外区域纳进来 那桃园市为了守护儿少的健康呢 免于这个二手烟的暴露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8月29日 公告指定桃园市幼儿园的校门口 及周边的人行道为 全面禁止吸烟的场所 8月29号起有三个月的宣导期 法规从11月30号正式上路 为者最高可罚1万元 卫生局呼吁吸烟者遵守相关规范 共同维护无烟环境 保护儿少安全 营造健康的宜居城市 恒山金水和琼林是新竹县头浅西以北的三个偏销 宣布三年来是成立沙坑和纳山马谷儿少据店 完成最后一块拼图 在琼林指导窝街牌新据店 要开办8场让亲子共学的客装特色课程 带动课后多元学习 沙坑社区太古演出开场 众人上香祈福揭开红布条 恒山区社福中心在琼林指导窝造纸工坊 成立儿少据点 世纪沙坑纳山马谷后三香镇儿少的最后一块拼图 恒山区社福中心它所辖的范围有 恒山香 琼林香以及坚石香 为了给这些偏乡的小朋友们多一点的支持与鼓励 让他们在下课之后或者假日的时候 有一些课程可以来做活动 因此我们特别成立了儿少据点 我们会以需要帮助的孩童 还有弱势的家庭的孩童 来做优先的来学习一些课程 也感谢我们指导窝造纸协会 愿意提供这个地方来让这个据点来成立 让单亲隔代教养新住民等弱势学童 放学后有学习资源提升课业也培养才艺 年底前据点将举办八场客装特色课程 包含客家武术方口师 竹艺童万等 开放亲子超过六百人次来上课 可以让我们的年轻爸爸妈妈或一些小朋友们 可以在课后的时候也可以来我们指导窝 上一些课程也有我们的方口师 而且我们还有指导窝造纸的一个DIY的活动 也可以让我们所有的一些客家文化 一些歌都可以传承下去 弹奏电子琴 乐林中心演唱经典歌曲 未来能教孩子弹琴 还有古道班老师能带孩子走文林古道 更认识在地生态 以后每周有一到两课的上课呢 那小朋友以这个琼林的儿童少年为主 以三十位为限 那在这边上课呢 我们有一两位的老师呢 来陪同造史技术的传承 还有文林古道生态的走读 各方面我们的课程是多元化的 只聊窝距离琼国小走路十分钟 孩子能就近参与多元活动 会偏商带来亲子共学的好去处 苗栗现获的国际师子会生医业者 捐赠十二岛城心电图机 配置在全县卫生所 县政府办理新型相应筛检计划 50岁以上民众免被检查 短短30秒即可测得13项的健康指数 符合资格者可向卫生所预约 为自我健康来把关 检测心脏健康透过十二岛城心电图机 不用跑大医院体检 在苗栗县18厢镇市委生所就能筛检 我们非常感谢国际师子会 还有300A5区还有美商雨昕生医公司 这一次捐赠的这个广大电脑研发 还有我们三军总医院国防医学院合作的十二岛城心电图 那这些设备已经布在我们的十八个卫生所 不需繁杂仪器设备 新电图透过AI判读系统 30秒即可测得13项心脏健康指数 权限以筛检七千多位的民众 苗栗是超过1200位 筛检量最高 三军总医院国防医学院 它幕后的150万笔的资料判读出 可以提供我们有13项的心脏的健康指标 让我们的乡亲知道我们的目前的心脏的状况 是低风险还是中风险还是高风险 透过医学中心150万笔资料演算 输出风险评估诊断结果 需治疗的话透过绿色健康通道 给予建议或转介 我们卫生所就会衔接到各医院的体系 也包含了我们县内的医院 鼠立苗栗医院 大清医院 以及微工医院 还有李中和医院 乃至于有些人他就已选择 希望是在我们的三亿 摊子池季 或者是在同中和医院 台中荣种 这部分我们也都会有一个合作的绿色通道 信息相应C检计划 50岁以上民众即可向各卫生所预约免费检查 以检视自我健康 让社会温暖有爱 国际狮子会300B6区致力防治糖尿病 因为全国有超过200万名患者 还会并发心脏病和肾脏病变 就请来了医师和营养师的教师友们和社区民众 透过饮食和作协来有效管理血糖 重拾健康生活 播放头影片用图示说明血糖和胰岛素的关联性 治理防治糖尿病 国际狮子会300B6区在县府大礼堂 取办奖座共700人参与 我想今天我们会做这样子的一个 为社区为民众服务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师子会来 花扬我们五大志业 我想今天藉由这样子的活动 希望我们的私友还有我们的民众 可以了解我们的血糖 还有我们饮食健康 并且获得更多的一些知识 我们希望尽量让说有这些风险 族群比较风险高的一些民众 要有注意到说这个讯息 怎么样去警觉到说自己可能血糖会偏高 甚至有可能糖尿病的危险 要提早来防治甚至来做一个预防的一个动作 根据国建署统计 全国有超过200万名糖尿病患者 每年更以2.5万名的速度持续增加 糖尿病还会并发心脏病和肾脏病变 影响健康不容小觑 请来动员医院医师和营养师 告诉长辈尤其不能忽视定期治疗和追踪 还可以透过饮食和作息有效管理血糖 延缓疾病恶化也避免并发症产生 包括后续我们一定会有一些相关的配套的课程 那也希望说除了民众 还有我们本身有所谓的种子教官 能够学以自用 那继续在社会上在社区把糖尿病防治的工作做到更好 那让大家能够翻转自己的血糖 爱恨其能中心送上感谢状 感谢狮子会订购500份黑糖馒头 用行动支持弱势 集结狮友们的团结力量 让社会温暖有爱 诶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个洋秀会是夹账号 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 活之将亡 必有妖孽 那是什么 没政府也要 要是我一定立法 延办 延惩 增加更多的打炸工具 蛤 现在已经有了 打炸新事法上路咯 不可以假话名打公告 延惩炸妻犯罪 最终关12年咯 全民来打炸 反炸165 反炸有你我 打炸新事法 加重刑罚 大家共同打炸 竟然在凌晨大胆偷香油前 最后把自己送进了警局 桃园市中立区信仰中心任海公 日前发生了窃案 26岁的男子 以奇特的鸭子走路避开监视器 没想到不但没躲成 反而清除被录下 8小时内就被警方迅速逮捕归案 监视器画面中 一名男子匍匐前进 模仿鸭子走路 行径相当狼狈 桃园市中立区任海公 日前发生窃案 窃嫌意图撬开香油前香 没想到一举一动 清除被拍下 还触发警铃 轻松将自己送进警局 本所于3日3时许 接获任海公报案遭窃 立即成立专责小组 并于8个小时内将黄血同质到案 讯透医加重窃盗罪嫌 以请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任海公董事长王介玺 事后也亲自制证破案蒋卫金 感谢警方认真坚守岗位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综艺分局 为了这个综艺任海公 这个小小来侵入 来破案很快的速度来破案 那我们综艺任海公 为了表达这个一点心意 特别来颁发这个破案奖金 也来祝我们同仁们中秋节快乐 我想宗教遗风遗暑 最容易改变人心 也最容易让治安得到潜移默化的善化 非常感谢王董事长 也感谢我们综艺分级 唐军事长跟所有同仁的努力跟辛苦 警察局局长吴坤旭强调 维护社会治安与打击犯罪 是警察的首要任务 这次快速破案 充分展现警方专业 让地方居民能够更安全安心的生活 市区也能看到瀑布美景 为了让民众感受不同草务道 台中市建设局是重启三处水墓设施 利用水循环系统让水资源再利用 有瀑布造型 也有类似水联动装置艺术 卫视趋势注入一股活力 也成了拍照亮点 哗啦哗啦小型瀑布下个不停 多了点沁凉杆 地点就在台湾大道和关前路的交叉口 建设局设置了三处的大型水墓设施 近日重新启动 那总共有三组的这个水墓水墓设施 那当时是因为这个之前有疫情跟汗剂的关系 所以我们暂停使用 不过因应现在我们美乐地推动到3.0 我们在强调遮阳跟降温的相关措施 第一处是在我们科博馆的演化大道 这一段北端的这个水墓设施 那接下来是那个我们的水墓广场 他是用水源的一个方式 所呈现一个水井设施 那包含我们中心接285项的第三处的这个水帘设施 那总共有三处 民众拍照拍不停 水瀑布的设计吸引观光客驻足停留 都采用水循环的系统 让水资源循环再利用 有瀑布造型的设计 也有类似水帘洞的装置艺术 从每天早上的9点一路下到晚上的9点 每三个小时展演一次 一共有5次每次10分钟 提供给游客和市民不一样的视觉饗宴 就是有水墓的样子就感觉比较漂亮 我觉得就是这个水墓改善完之后 就是经过的时候就是会感觉比较凉爽 因为现在天气这么热 有水的话就会感觉好像比较凉爽一点 水墓造型的装置艺术 不但为市容诸入一股活力 也让草务道更加的生动活泼 成为市区中的一大亮点 苗栗县特色运动品牌赛事 跑酷越野障碍赛将在12月14日盛大登场 规划挑战组和体验组 并在赛道内设置不同形式的障碍关卡 缔造全新跑旅体验 县长中东景14民众踊跃报名 越野闯关来饱览苗栗好风光 头屋象山森林幼儿园可爱的小朋友 热情唱跳展现活力 加上精彩宣传影片 邀请全国民众参加苗栗县第四届 跑酷越野障碍赛 已经举办第四年了 我们都在飞牛牧场 跟通宵公所也学办 当然这个其实现在的人 其实运动量比较不够 有机会运动运动 然后去参加障碍赛 不但有高额的奖金 那这一次也很特别 跟适当协会合作 那这个参赛者每跑一公里 就捐给我们这个 适当协会10块钱 也算是边跑边做爱心 这次跑酷越野障碍赛 共规划了12公里精英挑战组 及3公里体验组 加上12个不同形式的 越野障碍关卡 不但打造最适合亲子的路跑活动 也借此行销通宵在地好风光 不但适合亲子 也适合路跑的强者 当然如果只是来休闲活动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而且飞牛牧场本身的场地 也非常的漂亮 那通宵也很值得意游 那当天跑完路跑 就通宵附近走一走 那个龚天公那边 马祖庙记绕一绕 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 今年赛事还特别邀请到 连续三年获得精英挑战组 女子冠军的玉兔女神尤雅君 担任活动大使 分享跑步秘技 去未竞赛那种感觉 像我第一届参加的时候 就蛮紧张 还特别准备训练一些 平衡啊或者是臂力之类 因为要攀岩啊 或者推一些比较重的 一些就是 可能轮胎啊稻草之类的 然后就会觉得蛮期待 蛮兴奋的 打开礼物盒 象征活动热血开跑 充满趣味的嘉年华运动 盛会 不但让亲子同乐 也带动通院地区的 观光休闲产业发展 欢迎跑者踊跃报名 共襄圣举 用双脚亲自感受 最深度的在地文化与特色 缔造全新的跑旅体验 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 被定为全国古节日 新北市文化局势 规划了系列活动 包含 矿业及庙宇走都旅行 铜锣手作体验 考古遗址 导览等 更特别串联基隆 台北和桃园 将传统戏台彩楼 搬进学生生活里 十二斗去十二文雅的人物口白 让台下观众看得目不转睛 今天孙悟空和唐三藏 不去西方取经 而是来到 新北文姿苗妙妙系列活动 宣传记者会 为2024全国古蹟日 拉开剧目 3 2 1 请启动 响应全国古蹟日 今年新北市横跨13个行政区 推出矿业集庙与主题走都活动 邀请民众亲近文化资产 增进文化传承 两大的主题走都的路线 分别是矿业入境的走都 以及我们寺庙文姿小旅行 那就是希望带领市民朋友 去走都我们新北14个行政区域 以及15条路线 更深入的了解新北的文字脉络 以及欣赏我们的庙宇的建筑特色 内容包含走都旅行 铜锣首座体验 考古遗之导蓝等 另外新北市更串联基隆台北和桃园 要将传络系台采龙搬进雪深的日常里 分别有两大的人间国宝议师 以及我们新北文化奖的得主 还有我们一碗兰 也是我们新北的杰出演艺团体 有优秀的布袋戏议师 然后到基北北桃六大的寺庙 为学童们来表演布袋戏 走入旧时光聆听文化资产的历史脉络 在全国古蹟日9月21号、22号两天 新北市免费开放博物馆和古蹟型店 希望让历史的足迹也能走进未来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 饮用水、检疫的急救药品 恒灾、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也就是加强固定 一旦发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等灾还来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提早做准备 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县生核投资群组 传授心法保生获利耶 下载APP 投资储值 等一下 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 真的是诈骗 打诈欺司法上路 少当投资诈骗 原层诈欺犯罪 最重关12年 有一例就打165 让政府来帮你 打诈欺司法 加重刑法 共同打仗 居家清洁员的需求越来越高 因此台中借赛总会为了帮助弱势民众脱贫训练他们的清洁技能 并在完成考核后协助接干媒合工作 让他们在增加收入与自信心的同时 也能兼顾家庭达到经济自力 我是清洁员佩玲 今天来为你们服务 带着清洁用具走进门 这是芥菜总会培训的居家清洁人员 让弱势族群学习专业清洁技能 达到经济自力 我们看到清洁是因为我们发现 其实我们的妈妈 其实在家里面都会蛮常去做清洁这个动作 但是清洁它也是一个很弹性的公式 做居家清洁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排班 自己去接个案 去接案子 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清洁处理 那我们就想说 如果假设我们开班这样子的班 那是不是可以造福我们服务的家庭 那现在他们开始进入实习 我们也期待说透过这样的机会 能够反转他们的经济 洗碗拖地打扫洗手间等 清洁工作容易上手时间弹性 在赚钱的同时也能兼顾家庭 而在结训后 接采总会也会协助接案每合工作 前36小时实习阶段 清洁费用为每小时300元 后36小时为一般级每小时350元 最后通过进阶训练考核 达到专家级每小时收费400元 除了能够增加他们的收入 还能协助有需要的人 从工作中获得自信心 环境的整洁其实是可以提升 家里的幸福感的 所以其实大姐们 她们知道她们在打扫的过程中 她们不仅是提供顾客 她们的整洁的一个环境 她们还可以提供她们一个幸福的感受 然后提升舒缓她们 就是打扫家里面的压力等等的工作 那她们知道说这样子的话 她们不仅是一直是助人的角色 她们还可以转变成就是助人工作的一环 我觉得这次这个体验蛮好的 然后清洁上也很干净 因为我公公一个人在家又七十几岁 所以她其实在整理上也不是非常干净到位 这样就很感谢就是介台总会介绍这个清洁的家室服务员 然后她们的服务态度也都很好 所以我应该就是有机会的话 应该会定期都会约她们来 对弱势家庭来说 经济与照顾压力一直都很沉重 希望透过培训技能媒合工作 在擦亮桌子同时也能点亮生活的星光 展现技能回馈社会 去年成立的苗栗县根深阳光人本关怀协会 帮助服务对象学习一技之长 不但制作中秋月饼 更进一步响应工艺 与苗栗县政府是共同捐赠三百盒的月饼 希望让弱势民众吃得开心温暖在心 中秋月圆人团圆 让盛行温暖社会弱势 共度温馨佳节 苗栗县政府携手更深阳光人本关怀协会 共同捐赠三百盒的爱心月饼礼盒 在东里加风这边收容了很多很多 我们相关的更生人以及其家属 他们都是靠着自己自力更生的模式 来创造出非常多优质的果品 以及相关的中秋佳节 会使用到的这些饼品 那他们都是用非常非常优质的 这些相关的材料 苗栗县根深阳光人本关怀协会 成立一年以苑里正东里加风作为据点 协会请来高炳师傅 教导更生同学学习一己之常 就是要帮助这些弱势 弱势的家庭 那我们也是落实在这个上面 这阳光人本关怀协会成立这一年来 我们持续的一直在做这一块 那我们也有邀请到 这个这个我们从大陆回来的这个邵师傅 怀抱着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心情 更生协会不仅自立也助人 将每位糕点分享给各个慈善单位 这些也都是燕玲姐跟我 带这些更生的孩子 这些家庭 不断的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不敢讲说 对苗栗这里的乡亲 这些弱势做了多少 但是实质上我们只能一步一脚印 中秋送礼 县政府也优先向各家的教养机构采购 把爱传出去 让团圆佳节更具慈善意义 中秋节脚步接近市面上 月饼产品是琳琅满目 不过高雄一间江浙餐馆推出的苏式月饼坚持手工制作 清糖少油 尤其老板已经86岁了 还亲力亲为 对制作过程都自信谨慎 希望将月饼的正宗味道给呈现出来 做一辈子江浙菜的猪老板 跟客人说起苏式月饼 依旧津津乐道 正因为纯手工 少油 清糖 酥香滋味好的特点 每到中秋节来临之前 总是吸引许多老主顾 回来光顾 尽管道地的苏式月饼 越来越能跟重行销的广式台式月饼分庭抗礼 但为了满足老顾客的味蕾 朱老板还是拿出真功夫 从表皮烤工是否到位 到包装之前狂吹冷气 确实地除去里头的水分 每个步骤都会影响到口感 不能够勤苦大意 苏式月饼 讲起来甜度比较低 那么油分也比较少 因为加上水果干跟煎果干 这样一搅拌 就融合在一起 甜度也差不多了 加上面米在包装制成以后 所以这个油分也比较低 那么可以放 不容易发酵 因为没有水分 苏式月饼不仅面皮多层 用料也很丰富 不论是芝麻 枣泥 豆沙 或是椒盐白果玫瑰口味 一切开里头满满的馅料口水直流 满足感立刻涌上 那现在还有做玫瑰的 芝麻的这个 都是很多种的口味 都是很养神坚果的 对 都不会有负担 就是女孩子吃也很适合 对 很适合 芝麻就是最细的也算坚果芝麻 讲到芝麻 大家对芝麻特别有印象 比较养生 吃多了 而且头发会变黑会年轻 芝麻就是田中带咸 糖分很低 所以上了年纪的大部分 对这个芝麻特别有喜爱 老字号的江浙餐馆 上门的年轻人少 大多都是老主顾 也因为都是熟客 因此今年月饼的售价 也没有因为原物料价格上涨 做了调整 朱老板希望让更多人品尝到 苏式月饼的好滋味 没有特殊的行销手法 也没有高档的精美包装 朱老板坚持传统 做出甘甜不腻的苏式月饼 也期待靠着顾客间的口耳相传 中秋节的销售创下好成绩 以上就今天的TNews联播网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黄家慧 祝大家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